两个字 三天新闻 黄奇招摆桥英 台北招摆桥 好尊重在马政府指导当中 被放大进来检验 马总统真的做到了吗 这是一个屏东人所期待 在铁路的高架化 因为民进党执政时期 动工新建 六座车站就盖了四座 结果呢 政党轮替了 工程竟然就跟着停板 屏东县立委和参选人发出怒吼 因为屏东人期待的铁路高架化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着手动工新建 六个车站已经盖了四个 原本预计民国百年六月完工 但现在却遥遥无期 要把这个工程增加预算以外 又延宕了四年 这四年当中里面 又即刻要求屏东县政府 对于全县预算 用一个虚拟的方式 说未来土地的增加 开发房屋税 以及地价税的一个增加 这样一个虚拟财政来源 要求屏东县政府 配合3.3亿 梦想变成空转 民进党立委开记者会炮轰 民国95年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允诺中央全额补助152亿 没想到政党轮替之后 中央政府以物价调涨为由 把经费拉高到247亿 县府还得要自行负担3.3亿 东宫的四个车站现在犹如废墟 是不是欺负屏东人太过 因为屏东是民进党执政 过去的民进党执政的 当中所提的重大建设 因颜色而议定 蓝绿轮替政策也跟着中断 功成延荡一拖再拖 屏东人感受不到马政府的照顾 要用选票做出回应 三天新闻朱伟达屏东报道 好 总统是不是 欺负屏东人